大家好,我是Dan 10月15号,一级迷你第九章专辑的主打哥Kord强势回归了 这次一级的回归令粉丝们更期待的是 因健康问题暂停活动的Liya也重新归队了 不仅如此,他们今年还成功完成了第二次世界巡回 这也让一级作为团体成长了一个新的阶段 实际上,这次的回归是一级首次推出了双主打哥Kord和Imaginary Friend的专辑 而其中Kord的MV在公开仅16小时内 观看次数就突破了385万 在美罗哈白排行上也登上了16位等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一级新曲Kord,韩国网友们的正式反应 这次的概念抓得非常好,舞蹈也很不错 感觉这首歌会让我整个冬天都在听,加油 一开始想着主打哥应该不会是这个吧 结果真的是主打哥啊,本来挺期待的 JYP能不能给一级好歌啊 哇,好久没看到这么符合成员们的歌曲了 我真的很期待以前那种大热歌曲的回归 到底是谁在挑选这些歌曲,谁在确认这些呢 Kord真的太好听了,感觉会成为我最爱的歌曲 希望一级能顺利发展,这次的活动也能够平安结束 最近Mix和一级的歌曲风格差不多 感觉这两组换着唱也毫无违和感 因为评论都不太好,所以去听了一下 结果发现这首歌还不错,挺有新鲜感的 难道是我的耳朵有问题吗? JYP到底想做什么音乐呢? 对一级的期待是什么?现在真的搞不懂了 听音乐的话感觉会好很多,大家一定要去听听 看起来是为了进军外国市场 一级真的是好久不见,很想你们了呢 所以一级新曲Kord,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前几天发生了一位高中生粉丝向歌手切奇请求合照 却遭到他的同情人殴打的事件 当时切奇表示,是当天第一次见面的人 是自己认识的制作人带来的人,归进道义上的责任 而根据媒体报道,该制作人是兼饶舍歌手的Korla 曾参与杰西的NUNUNANA,以及OTONEX等专辑的制作 但是受害者主张,与杰西同情的制作人可能是含义帮派 并质疑杰西不可能不认识施暴者 殴打受害者脸部的加害者是制作人Korla的手人 10月14号,受害者方透过JTBC表达了对杰西道歉声明的立场 受害者的母亲表示,我看了她的道歉声明 但那只是在为自己辩解 杰西一看到那个人时,就立刻起山想抓住她 但没抓到,接下来她开始动手打人 而杰西只是站在一旁看着 结果她却说不认识,是突然出现打人的 这让我非常生气 如果不是认识的人,怎么会做出那样的行为呢? 受害者A某也指出 道歉声明中提到的道义责任 看起来不像是杰西亲自写的 所以我感受不到任何诚意 A某接着表示 一开始那位Korla制作人走向我时 用拳头打了我腹部两下 接着不停用头靠近我 我试图躲避,但她还是不停用头撞我 Korla的行为就像帮派成员 她的举止与帮派动作非常相似 一位网友也表示 Korla的右背上有一个大大的K 左边上则刻着OS 这是洛杉矶行义帮派之一 Korean Aulus的缩写 另外,除了那个殴打受害者的男性外 杰西制作人以及其他同行等共4人 也被受害者以暴力等嫌疑提告 并被警方立案调查了 警方相关人士表示 由于这是涉及本国公民的暴力案件 我们将进行彻底且严格的调查 警方正在考虑依次传唤解写及 当时在现场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一直装作不理会 等到媒体开始报道后 就慌忙表示 虽然不认识那位施暴男 但出于道义责任怎么样怎么样 KK 在韩国抓了20年的钱 韩语还说得不流利 结果在SNS上的道歉声明 却说得像行云流水一样 经纪公司工作做得真好啊 还帮忙代谢 那些字句绝对不是用他的脑子想出来的 一点诚意都没有 最大的问题是 这起事件的负责地区是江南警察局 该警局以调查不利而闻名 江南警察局是当年调查 Pennison夜店事件的地方 下个消息是 红遍全球的韩国综艺 Hookbang Yulisa 确定制作第二季了 而第二季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公开 目前正准备制作中 然后制作组也表示 Gordon Lange是我们的首要邀约对象 由于Gordon Lange担任过太多次评审 作为评委已经有些厌倦 因此我们打算正式邀请他以挑战者的身份参加 第一季公开后 我们已经联系了他 如果他真的以参赛者身份登场 那真的是大发啊 带着眼罩的评论文 评价评署着Gordon Lange 这肯定超有趣 好的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